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 他肚子饿了 想叫我帮他画顿斋饭吃 小师父 您竟说胡话 从这望西啊 还有一千里的路呢 你师父等你画斋回来 那还不得饿死啊 你 不管你说 这么点路 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你是妖怪 你跟我说呀 你得给我画顿斋饭吃啊 没有没有 你倒别出去吧 老头 老头 起疯了 起疯了 师父 悟空这是到哪儿画斋去了 你说这猴子 放得进入他们去的 去画斋 把我们哥们跟坐牢似的 又不能脏风 又不能避寒 八戒 你说怎么办呀 我说呀 咱们顺路往西走 师父要是画斋回来 肯定会找我们的 真是挺震惊的 要是个人 放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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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叔要来化斋 门口无言乱语 看这就不像好人 那怎么办呢 把门关上锁好了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 快看 这是个大户人家 师父 让我去看看 换换摘饭吃 好 快去吧 好 师父 师父 这里边还有个门呢 有人吗 有人吗 师父 二师兄 你化到摘饭了吗 摘饭没化到 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师父 摘饭没化到 到得了三件好东西 师父 你看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哎 师父 没有人 这谁也不知道 再说天这么冷 我们穿上它 避避寒也好啊 不行 这是偷盗 快给人家送回去 嘿 嘿嘿嘿 师父 你也太疑忽了 这人不知鬼不咬的 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 这个 胡说 暗示亏心 神目如电 快送回去 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师父 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二师兄 你忘了吗 当初你壮天婚的时候 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那是啥师父了 嗯 你看 快 快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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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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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 这 快去 快去 这是怎么了 师父 师父 哎呀 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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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弟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 真气死了 大圣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 逃打 快出来 参见大圣爷爷 小小毛贼 逃打 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望大圣爷爷宽恕 起来起来 我来问你 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啊 看见了看见了 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妖怪洞府 那是个什么妖怪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独角大王 他是什么妖怪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 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宝物防身 嫩 闹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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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 你看 就在前面的山上 你给我拿开 老孙瞧瞧去 那么大声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 徒弟 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 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 救出师父 我再来找你 是是是 俺老孙去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 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你这个妖怪 竟敢变化了 骗你猪爷爷 你要是不贪心 能路到我这个地方吗 小弟们 给我拉下去 是 发剑 走 快走 走 大王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 都怪我这两个徒弟 也怪贫僧管教不严 偷了大王的东西 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 不像他们那么贪心 但是我倒想问问 你们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大王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 可是你呀 正是贫僧 什么 你就是唐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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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大王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 这可是我的造坏啊 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 大王 只要你放贫僧 西行取得真经 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不必夸奖我 不必夸奖我 小的门 在 把这个和尚 不 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是 对了 大王 贫僧还有个大徒弟 他去化斋去了 不知他回来后 能否找到我 这点小事我来办 请 妖怪 快出来 快出来 大王 不好了 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在那要